人生若取如初见 其实跟你办关系也没有那么差吧 为什么你不愿意回来 这个事儿吧 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够说清楚的 你时间久了就被动了 但是我感觉胡总和夫人挺好的呀 也不知道你为什么老躲了他们 你这是什么眼神看我 思雅姐 你该不会被他们两个给收买了 你干嘛呀 君子动口不动手呀 我都不是手 你讲的 再说吧 我本来是个什么东西 思雅姐 这么快就到公司了 你这么不愿意来公司 就要你爸紧嫁呀 要是我家那老爷子 愿意给嫁我的话 你以为我还会来吗 你说得好像也有道理 好了 现在到公司了 我也低调 知道 你是公司为了接班人 怎么说我也是无止症的儿子 要是被他们知道的话 估计会有一大群人来巴结我 你怎么这么自恋 我怎么说也是公司名面上的接班人 你看我家这家大爷大的 说不定他们会做出些什么 放心吧 我完了这种事呢 我是不会告诉别人的 毕竟啊 说出去了 吴总有没有给我长公司 没想到你还挺理解我的 你是来实习的 又不是来搞事情的 那今天下班一起走 我请你吃饭怎么样 别以为 请我吃顿饭就能打发我 最近家里的临时不够了 你懂了吧 没问题 晚上咱们俩去超市 你消费 我买的 老四眼 张总让你去他办公室一趟 张总 对啊 就是上次让你 迎你来进办公室的那个张总啊 你不会到现在连张总信什么都不知道吧 哦 您说张总 我想起来了 你呀 知道就好 不过我告诉你啊 公司的这些大大小小的领导啊 你可得清楚啊 不然到时候 你把哪个领导得对了你都不知道啊 那个 谢谢李哥 我先去找张总了 去吧去吧 我又不是妖精 跑那么快干嘛 害怕我吃了他不成 是啊 你不是妖精 但是妖精见了你都害怕 郑建 小声点 这里是办公室 以为是你家 哼 再说了我都不容 叫鬼叫神 怎么见 你明天罢名了点了 再见人好了 你想想 我 插死你 我插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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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人简直就是活宝啊 不过比起有你大叔可差太多了 请进 来了 张总你找我 嗯 没事 你先坐下 张总您找我 是有什么事吗 也没什么大事 就想问问你最近在事业部 待的怎么样 挺好的呀 没有张总你老催我干活 到时候清闲了不少 你这丫头啊 虽然老吴哥和嫂子 和我说过最近一些情话 这个你也应该知道 毕竟公司更注重这个能力 要你去事业部啊 也算是锻炼一下 我可不能给你太多的特殊照顾 你应该能理解 嗯 我知道 张总你是想要栽培我 目前为止 他们都把我当成是新同事呢 还不知道我是你以前的秘书 你啊 比我想象中要强得多 当然 我说不能给你太多的特殊照顾 并不意味着你有困难 不能找我来解决啊 你没办法 嗯 那就谢谢张总了 嗯 好了 今天我找你也没什么大事 只要想问问你在事业部 待的怎么样 嗯 现在上班时间也快到了 你先去忙吧 好的 来 李哥 你这是怎么了 还不是那个没良心的 本来闹着玩的 为啥他下手这么重 你还说 谁让你下手那么狠 我啊 不就不是故意的 我也是条件反射而已啊 哈哈 娄四雅啊 他们俩就这样 每个月都会发生个一两次 哎 见怪不怪了 但是他们俩关系好的 都不要不要了 好的好的好的 行 晚点见 晚点见 好 拜拜 哎 我说 我可以下班了 你小子怎么会这样 你到底去哪个部门 我给了一个礼拜的时间啊 你今天应该给我一个正确的打货了吧 啊 我金融可断板 可以啊 我支持你啊 真的啊 真的啊 你做什么我都支持你 刀板可以 考验你的应变能力 多好啊 你这也没办法 去吧去吧 我跟你说啊 为了锻炼你 公司每周举行十次的防暴演期 啊 你要针对性的给我 十万字的字给我 可以吗 你这是人干事 有你这样说老爹的吗 有你这么坑儿子的吗 你到底要怎么办 你的良心不会痛吗 良心 什么是良心 我只有对你妈是麻麻的 你在这给我撒狗羊 我是在锻炼你 我去罗斯亚的部门 不可能 我不可能让你给我对抗的 市场部 可以啊 你每天交五千字的报告给我 一千字 六千 两千字 八千 好 好 五千 哼 早这么决定不就没事了吗 你这样 找你账书 去领购买 还给老子对抗 你还得干得过我 这小子会不会感觉我料事如神啊 哎 怎么了 又和你爸吵架了 张叔啊 我爸又当着我的面撒狗粮 现在我妈不在 她都能撒出花样来 你爸撒狗粮的技术啊 我们都见识过 不说大哥了 你找我 是不是想想去哪里了 哦 对了张叔 市场部 麻烦你帮我弄一下公牌 这不是弄好了吗 你看一下 看来啊 你爸还挺了解你的 这怎么可能 罗西亚你干嘛去啊 哦 我去中午咖啡 哦 那顺便给我带一杯 我手上的项目还没做完 好 没问题 那麻烦你了 小事了 不用谢 哎 怎么好像想起无眶的黑暗咖啡了 喂 喂 姐 工作忙完了 哦 对 谢谢啊 帮我带咖啡 刚才我男朋友给我发信息来的 明明在刷小视频 装什么 罗斯雅 刚刚张总找你什么事 也没什么事了 就是问我在公司待来习不习惯 哎 李哥 你的眼睛好点了吗 还不是那种没良心的 没大没小 没轻没重的 为什么每次都和健哥搞得一块儿 然后还把自己弄伤啊 刘思雅 你还是太年轻了吧 你还是个学生啊 经历的事情少 有时候啊 能这样跟你一圈的人 比那些带背后投你一刀的人 要好得多啊 再说了 跟他打架 我也不吃亏啊 对了 那个郭美琪 让你帮什么忙来着 是啊 他刚刚就让我去帮他弄咖啡 这是我不应该管的 但是我看你傻乎乎的 我愚心不忍啊 傻乎乎的 你这样说我吗 是啊 让你帮你就帮了 哎呀 这人顺手而已啦 顺手的是 以后可多了 我告诉你啊 以后能别管就别管 李哥 念郭姐是跟你有仇啊 我和她倒没什么仇 我就看了不顺眼 这件事啊 以后再跟你想聊 等你自己发现吧 听哥的没错 哥不会害你 你说死妖精 又在做什么妖啊 你最后没良心啊 你说什么 谁是妖精啊 好跟你没完 呵呵 好男不跟女都 你什么意思啊 你给我解释清楚 不解释清楚 听他跟你没完 哎呀哎呀 你天天的 你就不能好好说话嘛 你只要说话 会吓到小朋友的 吓到小朋友也没事 吓到花草草也不行啊 真假 哎呀给你天啊 哎呀给你天啊 你们俩 闹什么闹 要闹快下去吧 哼 哼 小郭 大家方案 取消我方式 哦好 小郭啊 张总 你叫我美琪吧 感觉这样叫小郭 怪怪的 我们还是说一下 工作的问题吧 为什么你们 部门新来的同事 离职率是最高的呢 你是负责这个行政部门工作的 你不该反省一下吗 这我有什么办法 他们想走 我想拦也拦不住啊 什么叫他们想走啊 难道你不能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吗 是不是新同事跟旧同事之间 产生什么矛盾 又或者他们不太适应我们公司的工作 这种问题 你要想一想 本来啊 我想要你跟进一下 你们部门的离职率 确实太高了 高到我都不敢相信 所以 你要亲自 调查一下 现在的年轻人一点耐性都没有 这怪我吗 他们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情 就拉着一张脸 再不开心了 就直接甩手走人 我也不想啊 你去看一下你写的报告 能不能细心一点啊 整篇报告都说什么新人 什么怎么怎么 太离题了吧 我是让你反省一下自己的错误报告 明白吗 你在这里不要甩锅啊 这个报告 你拿回去重新写 以后部门的人员情况 每天及时必须向我报道 对了 下个月照样的情况 你看着吧 如果离职率还是那么高的话 你自己先写好一封辞职信 反正公司走了这么多人 也不差你一个 不是 张总 他们离职是他们的问题 为什么连到我也一起辞职呢 下面的人说什么 我过多过少会知道 你别以为我整天在报市 嗑嗑茶 看看报纸 就什么都不知道 啊 反正 你就想尽办法 把部门剩下的人 通工 留下来 否则的话 这个部门 留下来没什么意思 就直接解杀刷了 张总 出去吧 美琪姐 张总找你有什么事啊 哦 张总啊 他想要我们部门交流交流一下感情 你看怎么办呢 哦 对啊 老师来我们公司那么久了 我们还没有举行欢迎会 要不然我们今天晚上去个餐吧 嗯 好主意 对不对 那等下班的时候我们再通知他们 我们现在先去吃饭 可以 好走 娄思雅 中午吃什么 又点外卖 嗯 不想出去吃了 上楼下楼 人那么多 就几天点外卖了 那顺便也给我带一份呗 你喜欢吃什么 我就吃什么 娄思雅 也帮我带一份 带我找钱给你啊 好吧 那你们也没有什么忌口的 没事 你随便点就可以了 行 等一下告诉你们多少钱吧 点完了 哎 他们人呢 他们俩去卫生间了 以后应该能回来 哦 我想 你是不是把李奥金的话忘了 怎么了 他们俩靠这招 骗了不少新娘的外卖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意思就是点了外卖 你就不要想给他们俩要钱 不是吧 就这十几块外卖钱都不给啊 嗯 嗯 哎 他们两个怎么还没回来啊 哎 郭姐 对了 娄思雅 你来公司那么长时间 还没给你举办过欢迎仪式吧 啊 嗯 那今天晚上我们给你举行一个欢迎仪式吧 今天晚上 可是今晚我约了人啊 约了谁啊 不会是你男朋友吧 可以带男朋友一起过来 我们一起吃饭开心一下啊 嗯 算了吧 他不会来的 要不我们还是改天吧 嗯 味道这么难闻 你点了什么啊 这是羊肉手抓饭啊 你不知道美琪姐不吃羊肉了吗 但是我当时你们也没有说啊 哎 算了算了 没什么事 不知者不怪嘛 嗯 到时候晚上聚会你一定要来 你请客啊 什么 我没听错吧 这是规矩啊 新雅同事都请自放 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 公司里的规定也这么显啊 娄思雅 你是新人吧 新人对前辈主要有点意思意思 请的饭而已 以后在公司怎么混呢 怎么混 我靠自己本事吃饭 你说我怎么混 怎么了怎么了 吃个饭闹什么呢 美琪 你是不是欺负娄思雅了 你哥 美琪姐可没有欺负娄思雅 郭美琪又来又过分了 这次呢 你不用给她面子 还用得让你一废话 娄思雅 你干嘛 你不想请客就直说嘛 都没人逼你 我是想让你清醒清醒 让我看你这样的脸 到底是用什么材料做的 美琪姐叫你请吃个饭而已 请我吃饭 你就跟我相信吗 找我蹭饭就有吧 你别听得到我想的乱七八糟东西 我总经理吃饭和被动经理吃饭 是两码事 你别一天天到晚 一分职场前面的样子 跟我玩掉了所谓的道德绑架 告诉你 我又不是没被绑架过 再说了 我会不怕这些吗 这明天好彪悍啊 都被绑架啊 这什么情况呢 这坏人啊 你都没什么好下场 哇 嗨 你去我办事啊 你们准备 让我来办公室 你去我办公室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